唐人龙潭有一处社区门口被地主摆了一排的石墩挡路 怒骂是杀人时 住户表示地主因为跟建商有土地纠纷 为了宣示主权买了六个两公尺长的石墩摆在社区门口 结果让住户遭受迟迟之邀 害得他们是这个进出困难重重 住户开着车要进去社区 但开到门口却有点卡卡的 停顿后瞧一下角度才能往前开 全斗星院门口摆着一排石墩挡住道路 地点就在桃园龙潭移出社区门口 疑似是地主开出高架 要售出社区前的一小块地 结果与建商谈不拢 地主为了宣示主权 上个月买了六个五十公分高两公尺长的石墩摆在社区门口 地主与建商的战火殃及无辜住户 不但进出困难更怕影响逃生路线 由于这块地不属于既有道路 属于私权纠纷 因此政府也无权介入 而救援部分消防局则回应 十吨路宽有四米 消防车其实能够进出 不过地主与建商之间的纠纷 却让住户成了最大苦主 借林朱强桃源报导